是不是有一个字是这样写的 类似的 烟类似 对 烟是不是跟下面有关系的 很多人会念成什么颜红什么的 真的吗 对啊 叫你肖颜红 肖颜红 然后怎么那么像 里面的东西真的很不一样 为什么我要教台湾人中文 然后你们觉得我的名字有这么难写吗 里面叫韦丽红的韦 不是韦丽安 里面叫韦丽安的韦 谁说那么难写真的很简单 为什么很多人写不出来呢 二声 我们主持人也会念错 韦红 什么韦 韦红 电话来了韦红是我 你为什么要取那么难的字啊 他的内涵 内涵 有内涵 我就是一个 因为你看我说了中文这么久 我花了很大的火力 力气去学中文也是我自己去学的 我怎么会让一个法国老师跟我说我要讲什么中文名字 这样不合理啊 所以 因为我也不想要就是从外来语参与中文的名字 我来台湾我要好好融入这个社会 是 不过你们还会觉得我的名字有点复杂 可是我还是觉得真的是跟中文有非常近密关系的一个名字 我觉得他的发音好听 我觉得写起来非常舒服 我会觉得笔划很多没有代表不要就是不要写 我很喜欢 你知道我写我的名字我会很开心 就非常舒服的 我就唯一 唯有两个意思 古代中国的一个淘汰率很高的考试 春唯还有秋唯这两个结季 还有宫中的小门 宫中的小门那个旁门小的 它也是围门 对 所以我就是一个 这个故事很负载 可是主要 因为眼珠管有问我这个字的意思 我就要解释一下 可是我觉得那个故事蛮漂亮的 因为虹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鸟 一种鸟 然后我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然后因为自己就是花很多的时间 来学习中文研究这个文化 我就有酸水这两个名字的故事 两个字放在一起 酸水一个 因为自己的奴隶 从笼子废出来的鸟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自己的奴隶 然后可以就是飞翔 这个飞翔 这样酸水我在台湾的发展的一个比喻 我是这样去想 因为我觉得围真的很漂亮 很少见 而且我跟你说 你打这个围 就有我会出现的 我是故意的 以前 我打这个字 我会滑到很下面 大家会出现 可是现在你打这个围 它比较前面一点 想说是不是因为我 有光这个字 是不是有关系 我很喜欢 觉得是因为我 这个字要感谢你 对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反正我就是想要被一个 大家比较少知道的字 秀出来 好特别哦 而且你知道我姓什么吗 对啊 为什么你姓 小 超多的小 好看 好写 笔话很多 好听 我就取了 就这么简单 你是不是很喜欢写很多字 因为你三个字都好多笔话 而且有时候 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 我就是听法文的课有些无聊 我会怎么做 我会用中文 翻译成中文 然后练习繁体质的手写 这样我才不会觉得无聊 所以我一直就是 很喜欢写字 可是我的 我笔话的程式不对 我觉得 你就是顺序 不是百分之一百做 可是跟你们的应该是 没有完全一样 因为我又不是从小时候就 一次练习两百次吗 我没有做过 本来主要还是觉得非常舒服 很厉害 那你旁边这位的笔话也是蛮多的 对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 我刚刚做了一个完全没有分寸的错误 他的名字我没有念出来 OK 等一下 我又忘了 我看他的名牌 苏蜜 是会在这里出现 苏蜜 我念 我上次说是不是有点像便秘 但是很多台湾人 其实也不知道 那个书怎么念 那你怎么选择的 我之前 因为我看一本书 德文看一本书 但是关于中国 嗯 那个也是已经十五年前 然后我就是 那时候我就是想选一个 中文的名字 然后里面我看到 勇德文写 苏蜜 我觉得很好听 所以我就是 嗯 在找 就是可以念出来 苏蜜 这个名字的一些 嗯 韩文字 但是 就是我不想选一个 很漂亮 或是什么的 有意思 然后我觉得 苏 苏蜜 你的书 我觉得有 还蛮有意思的 你有听过苏醒这个字吗 我没有 你没有听过 就是重来 有点 重来的感觉 重新 就是有 你睡觉 然后就新来 重复活的感觉 也是好像有不同的意思 但意思是好的 对 你看中文就是这么厉害 我们这种全字名字 我觉得这种最好 嗯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好像也是 很多台湾人 会对这个字 有不同的想法 因为他们也会说 好像是 嗯 生病 那个 跟生人 有关系 对 就是有一点 要看 你自己有 对这个字 有什么概念 但是我 有遇到一些 有佛教的人 他们叫这个字 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那里呢 你姓李是怎么学的 李是因为 什么李 这个 白李的李 对对对 白李的李 我就喜欢李美 这个 这个 这个感觉 也是一个快要醒来 快要天亮的感觉 对 然后我觉得三个字 好像就是 还蛮配合的 对 很特别 那我对名牌 是不是有加一个肖 为什么他有兴趣 我没有兴趣 所以我以后要叫你肖先生 可以吗 真的假的 假的 哈哈哈 而且你觉得 这个名字还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熟兔的 土兔 我是1999年的 对 然后这个好像鸟跟兔子不能在一起 真的吗 鸟会咬兔 有帮我算命过的老师是说 我熟兔 我名字不能有鸟 可是我觉得什么 我个人不相信这种东西 所以我还是想去这个名字 可是台湾人 有些人会觉得 你去算命好了 不要 我就是维红泰山 就是 好叛逆喔 还是想要融入台湾 好好融入台湾 还会被台湾人笑 反正这个名字真的不行耶 可是你是剪起的很 真的很简单耶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是不存在的字 烟什么 很像啦 烟 烟 烟 很难写 大家多练习中文 不要觉得写中文很累 最近是不是有那个 拿笔忘记的那个现象 现实 忘记怎么写 因为我们搭手机比较多 大家啦 不要 好好保守我们的中文 谢谢 我展示就是啦 谢谢华国人帮我们推广 谢谢 谢谢 你在干嘛 最近吗 那我现在是在德国 那我有踢球 然后呢 我也是在读工业设计 然后呢 再来呢 我也有在设计守门员手套的品牌 因为我作为一个职业守门员 那我也是希望可以就是做一些 就结合我的兴趣跟我现在读的设计 反正就两个兴趣结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 就变成我现在在设计的手套 那如果又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我的Instagram都有啊 好的 那你最近 听说你只回来两个礼拜而已 为什么这么短 因为我们学校的假 其实就是 我们学校的假 我们学校的假 超级短的 然后再就是 我只是回来也算是一个商务旅行 就是跟 手套的东西也是有关系 然后再就是 想念大家 所以呢 就想说回来 看看大家 然后来看看新的摄影棚 对不对 这么美丽 我还没有看过 以前看到这边还有个彩虹 对啊 也是想念大家 你已经回来几天了 我回来十二天 所以这次又两天 很久了 那你前十二天有做了什么事情 前十二天我前台湾到处跑 这次我很想要去华莲 可是很厉害因为地震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去华莲 因为我其实在台湾我最想念其中一个东西 就是华莲的海 哦耶 对啊 可是因为这样的话 我的行程会太赶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 那地震当天 人在哪里 地震当天 我在火车上 水的好吗 对 在火车上他就突然急停 在哪里的火车 在台中 哦 应该蛮压的 对啊 其实还好就是急停 然后我就 嗯 然后开始看到旁边有一缸水在那边 然后想说 啊完蛋 然后就全部的人的那个手机都在想 要看一下花莲 花莲完蛋了 对啊 那还好没事 还好 我家 嗯 就是其实花莲就是 因为我以前 我个人没事啦 可是就是以前 以前看到 就是以前去花莲 看到很多的地表 如果看现在都 都垮了 就是 哪里会觉得很伤心啊 对啊 然后看到很多人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是没有地方住 无家可归啊 或者说很多可能 地生的兴起 就这样子就没有了 那我个人也是觉得 就是 作为一个我很喜欢花莲的人的话 真的觉得蛮心痛的 那你下一次回来 大概是什么 我 尽快 还不确定就对了 这个的话呢 我要 再顶一下 我现在是希望可以 呃 十月啦 希望是十月可以回来 希望十月回来 就可以去花莲玩 可以看海 没错 我希望你花莲 我是给你画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拜拜